停 哎呦 抱歉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主要你不太习惯 我会叫 跳跳就好 没事 别紧张啊 挺好的 这不挺好的吗 对 这起来挺好的 喂 喂 喂 谁啊 你傻子 这是眼睛捕的 那还没那么严重 我马上回家 时间我也快到了 要不然咱们先走吧 你让他们把这曲跳完吧 小秦你不带她走吗 没票 让她待会儿自己回家睡觉去 好 那走吧 跟她说一说 我们先走了 你玩吧 时间差不多了 我先送你了 梁处 你好 你怎么走了呀 她不是音乐会吗 我也要回家 是啊 你先好好玩 吴经理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走了 梁处长 不能走啊 今天你们是主要贵宾 给我的面子吧 那吴客长也走 我要去听音乐会 是 她音乐会呢 吴客长你不能走啊 再做话 来边一个走 不不不 不用不用不用 下回吧 下回吧 谢谢 我们真的有急事 对啊 我的时间真的来不及了 你们这样一走 我可就冷场了 不会啊 很多人的里面 对啊 小秦 小秦可以代表我们了 你照顾好她就行了 那我代表 好 我代表 十二点之前 必须回家啊 我向组织保证 十二点之前 准时回家 好 走了 好的好的 好好 那 你放心吧 十二点之前 我正式回家 好 音乐会 我也挺喜欢她的 哪呢 听说是个旅美的小提琴演奏家吧 是吗 王小姐 你要给我把秦科长配好啊 小飞我会给的 老板 那要配到什么程度啊 尽心为此嘛 继续跳 跳 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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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了 小飞 他们开始 小飞 Stat 经 哎呀 小心点 没得多 来 开门姐 走 真漂亮 慢点 金科长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今天晚上 我真高兴 我回来了 你看好吧 你没事吧 那我先睡了啊 站住 我今天不是准时回来了吗 我今天不是准时回来了吗 跳舞室了吧 你这是警犬鼻子啊 我还有火眼睛睛呢 那你说我跟谁跳 吴娟 对吧 你还真是一猜就中 没跳完吧 没跳完 没跳完 就跳了一曲 我又不会跳 他非要教我 看来这个老师啊 不负责任 教一曲 就把学生甩了 他要去听音乐会 你送他去的吧 你是不是在跟踪啊 你是不是在跟踪我啊 你是我老公 你在外面的一言一行 我都有数的 这叫心灵感应 对感应 感应 那我睡一天了 等等 怎么了 怎么了 还有什么 我告诉你啊 今天我就放你一晚 以后如果再这样的话 别怪我跟你不客气了啊 好好好 那以后没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 睡觉 睡觉 哎呀 那娟儿 我回来了 又喝多了你 我没喝多 来来来 换鞋换鞋 好 没喝多呢 满身酒味 哎呀 来 换鞋 哎呀 这五老板 太客气了 都十二点了 我看你啊 就别火家了 不是你们让我一个人 要坚守阵地了 那人家梁处长 不是早早就回家了 来抬科吧 梁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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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听何香说呀 他们家 是爱情的 奥斯维辛集中营 好 你说奇力姐是希特勒 回头我告诉他去 你去说呀 我不怕 我就怕 你 变得跟他一样 我告诉你啊 我还真跟他学了 哎 你说 我们走了之后 你又去哪儿了 啊 啊 你不能走啊呦 我喝多了 在宾馆 睡了一觉 在宾馆 你去宾馆了 在几号房间 忘了 有没有小姐啊 哎呀 都是吴老板安排的 我不知道 哎呀 哎呀还有房卡 还有证据 这个流氓 我现在就去查 说不定那小姐 还在床上呢 你干啥啊你 我 睡觉 你看看你自己 一副怨妇的模样 哎 说呀 找我什么事儿 哎何向 我今天找你 是让你帮忙的 帮 我什么都帮 说吧 帮什么 我想离婚 你先帮我找个住处吧 嗨 就这事儿啊 我还以为国难当头呢 家难呢 我们结婚才不到两年 为了事业孩子都没来得及啊 怎么让我碰上这样的事儿啊 你呀 不是我说你 你也太一本正经了 像晓晴那样的男人 人家想也想不到呢 那也必须正式 啊 淑女啊 气势不离 我也得跟她分居一段时间 好好教训教训她 教训老公 你那都烦死了 你看你那个样子 嘻嘻哈哈的 梁处 喂 有份文件 你看一下吧 按好 吴隽 你最近跟小秦 是不是在闹矛盾啊 处长啊 这是我的个人问题 数不分告啊 哎 不说是领导吧 至少还是师兄吧 关心关心有什么 来了 小吴啊 嫂子 快请进 我来找你聊聊天 好啊 哎呦 来 坐啊 你可真是贤妻良母啊 哪里 哎 梁齐呢 哦 他呀虎科去了 老梁呢到北京出差去了 你来得正好 可以陪我聊聊天 我给你倒杯饮料去啊 哎 哎呀 你这收拾得真好 你真会治家嫂子 哎呦 操心的命 等你生了孩子啊 你就知道了 来 喝点饮料 哎 哎 梁处长特听你的话吧 那行吧 嗯 在单位里啊 对我们可是说一不二 微风凛凛的 哈 在外面啊厉害是好事 男人嘛 总得有个男人样 你说呢 我倒是敬重梁处长 兵兵有礼 从不欲举 那倒也是 这个男人啊 常要女人提个醒 哎 小秦怎么样 出事了 怎么了 就是那天 装饰公司请客的晚上 她跟别人在酒店里头 嗯 那天 你去了没有啊 我去了呀 可我要听音乐会 我就先走了嘛 哎呀 这个女人哪 往往是螳螂普才 哪里知道黄雀在后 你说什么 嫂子 啊 我是说有许多事情啊 都在意料之中 幸好那天 我及时地把老娘叫回来 要不然的话 也差点被人拉走了 哎 嫂子 那天我可是顺路 让梁处长送我去听音乐 月会的啊 我知道的 我没有怀疑你啊 我还是先走了 哎哎 你吃了饭再走吗 不用了 哎呀 哎呀 你就别走了好不好 你哎呀我我改 我肯定改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行了我也不拨你的面子 咱们先分居 然后再离婚 哎呀娟儿 你就别走了 你就原谅我这一回吧 我一定敢 你别走啊 别走 我已经租了房子了 租哪啊 紫荆花园 荷香租的房子 让给我一间 你住荷香那儿啊 对 哎呀娟儿 你别走啊 娟儿